來 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這個日子怎麼過啊 就這樣過啊 你看舒舒服服躺著 沒健康過生活 這個太棒了 我跟你講一天當中 最重要就是躺在這個少女 而且錄這麼多集 就是今天這一集最舒服 然後我們就整集都躺著錄好了 不過真的很舒服 而且你看 光我這條被子就 一百萬 我裡面已經在冒汗了 你知道嗎 這一條就一百萬 沒錯 今天我們就針對了 我們在睡覺關係到的 包括了床、寢具對不對 枕頭、棉被 這麼重要的東西 好,我來探討一下 是 而請達人郭芷君 你知道你睡的乳膠症 是黑心貨嗎 有些不肖的廠商 它其實是用 讓它產生那種黏密感 那通常大概你半年後 它就變回一塊泡棉了 因為它全部揮發出來 然後你全部就吸進去 所以你剛剛買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罐膠水 事後再補充 所以當你發現你 你越睡越迷幻 然後越來越多幻覺的時候 就表示那個 枕頭有痕癒了 這個床墊 我們從以前就在想說 曾經看過新聞 它有一些黑心的床墊對不對 很恐怖 很恐怖 你買過啊,不會吧 我沒有買 但是我那時候有一陣子 電視就一直播說 那個黑心床墊裡面割開 都是醫院的那個 醫療的棉花 然後有還回收的啊 什麼的 大家都超害怕的 以前不是有說 回收人家二手的床墊嗎 對,很多啊 常常聽到 對,其實現在很多是黑心廠商 你只要 你放在門口外面 你業者就消瘦了 真的 因為馬上被回收 然後它賣出的價格 它是業者是用150塊 然後買那個黑心的彈簧 然後把它拆開 重新再換一個布 就賣出去了 所以裡面內容物是沒有變的 裡面內容物是沒有變的 然後賣了一千五 妳開心死了 這就是十倍的 也會有消費者 他說 不對啊 我有看到它的彈簧 又黑又亮 那其實很多它都是 薄油漿啊 浸泡薄油漿 拉起來又黑又亮 那你以為是新的 對 那其實床墊它的毒物很多 如果說是有的業者 它其實是 好,那強力膠噴噴噴 然後東西乳膠放上去啦 舒適棉層放上去 其實你回到家 你就是一直在聞那個強力膠 解釋一下 因為一般床墊的就是泡棉 那泡棉是PE發泡的塑膠 EVA啦 發泡塑膠一定產生化學變化嘛 然後穩定劑啊 發泡劑啊 然後溶劑啊 填料劑啊 染劑啊 這很多 塑化劑 來看一下 這個裡面包括什麼東西 因為在這個塑膠發泡的過程 溶劑 最常見的甲醛 那甲醛會怎麼樣 甲醛呢 最主要 那另外本 像這個所謂的合成乳膠 就是化學乳膠 它在發泡過程當中需要本 另外有這一樣東西 13丁2C 本是一種有機溶劑 有致癌的有機溶劑喔 那13丁2C呢 對於心臟的疾病或血液的疾病啊 肺啊 或這一些都有影響 癌症發生機率很高 就是所謂的化學的合成乳膠 假的乳膠啦 你現在說的這些床墊是指 像類似乳膠者 因為它有分有彈簧跟沒有彈簧 如果以大類來算的話 沒彈簧的 沒有彈簧的 沒有彈簧的 對 有彈簧的 上面那一層軟軟的也是啊 也是發泡出來的 對 也是泡棉啊 也是泡棉 因為一般消費者他也不知道 這是PU發泡 EVA 真的不知道啊 你只有去市場看好不好睡而已 他是真的土焦 還是假的土焦 有沒有彈簧 我們都還要那麼久 因為床墊裡面頂多就是彈簧 不然就是泡棉 沒了 這麼單純 但是有加這麼多東西 所以最大問題就是在泡棉 在泡棉的部分 所以你說消費者在這個地方 一定要去 除了品牌之外的話 你要去看它的內容物 或者是它的材料 是從哪邊 內容物我們看得到嗎 對 怎麼看 其實是現在 老闆不好意思 我哥看一下 一般來說我們建議 都是買那種可以拉鍊拆開 看得到的 好 你就可以看到說 你這個材裡面有什麼樣子的 那種類似這樣就對了是不是 從上面 就真的很方便 不但可以看是不是黑心 然後買回家 可以藏私房錢 因為你問他 老婆 真的 你想到這藏私房間 好用 好用 像這裡 拉鍊在這兒 它的布袋也是可以拆下來 裡面長這樣子 不是說像這樣子 這個它是屬於沒有彈簧類的 對 完全沒有彈簧 那這樣子看 我可以看到什麼端倪嗎 裡面我們有的藏紙 還是很多發泡棉 對啊 它其實你就是要看它這個進口 還有它的一個材料 那如果說是在國外的話 幾乎連彈簧都要慢慢的收掉了 因為當彈簧 金屬產生一個線圈 就會有 有膚色 膚色都出來了 可是發泡我們也會擔心啊 因為它整個是大豆油做的 對 它的整個是大豆油 所以你還是要看品牌 還有看它的製造商 然後看它是從哪個國家來 好像以歐洲國家的話 他們的歐盟無獨認真是很嚴格的 了解 如果說我們到很多賣床的地方去 他會拿一塊 其中一腳這樣子有沒有 對 他說來 這個就是裡面床的結構給你看 那個準嗎 準嗎 那還是要看每一家業者不一定耶 所以如果比較黑線 他有可能拿那塊給你看 但是其實你的床不見得就是這樣 不見得是那樣 那他可能跟你說什麼 乳膠獨立桶床 其實乳膠只有一公分 那一公分是完全沒有效用的 就那也是乳膠了 潘兵哥 我有去買床過 那我也是很怕買到黑心床墊 那我就問老闆說要怎麼辦呢 怎麼注意 然後老闆就說 有兩個地方可以開拉鍊 一個就是乳膠的地方 他開一個拉鍊 給我們看裡面的乳膠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彈簧的地方 中間就是兩個 就是整個高度的中間 開一個拉鍊 給你看裡面的彈簧 你可以要求就對了 對,就是讓你看裡面 可是因為我們外行 其實打開也看不懂 感覺好像很厲害的感覺 可是老闆還有教我一個方法 他就說 像如果是回收的床墊 那他就是現成的規格在那裡 他叫我就是你自己選布料 你又說我要換布 我這畫色可能有六到八種 我要換布 然後另外就是 像我買單人床是有三尺 三尺或者是三尺半 就是九十公分或一百零十公分 一百零五 然後他就說 那你隨便講一個公分數 我就做這個給你 那我就說好,那我要一百公分 對,這就是絕對是新的 你故意想要出難 可以這樣嗎 如果他有工廠的話 他可以配合你的尺寸 是這樣的意思 對 那至少就是... 他教我是這樣啦 就是說你這樣至少 不會買到黑心床墊 對,但我自己也還不是很確定 因為這老闆教我 我懂 對,那不知道這樣子 這樣這個方法好不好 這樣子的方法是還不錯 對,那你最好呢 還是可以請老闆提供說 那請問你的乳膠 是從哪裡來的啊 像歐洲 歐洲他們的規範是很嚴格 歐洲、美國 它規定高的 像歐盟無毒認證很重要 因為它已經管制了一些 發酵的膨脹多孔劑 那個是不能夠用的 那是非常嚴格 受法律規章限制的 所以裡面都不會有像 孤心、拱、二氧化硫、戴奧心 完全都不含 是,所以要去認明一個 有沒有這個歐盟的無毒認證 了解 而且剛剛提到 我補充一下 他講的是天然的乳膠 因為乳膠是乳膠素 那個素枝嘛,對不對 它經過發泡而成的 而且乳膠 這種發泡的乳膠 天然乳膠 它要經過水洗的 所以它整個製造過程 完了之後它是水洗 把髒東西都洗掉了 一般的發泡的PU EVA或者PE那種發泡 它是沒有的 所以會有殘留這些東西 那天然乳膠算是最好的 喜恩,不然你這個床 你要不要坐坐看 平常你怎麼挑 怎麼挑 就是坐躺下去才准吧 就是這樣子 閃閃閃的 看你這麼彈性 真的,很多人都這樣 我跟你講 大家都會這樣 然後呢 還不錯嘛,有彈性對不對 有彈性就躺一下 躺下去的這樣子 妳會躺多久 也不好意思 躺太久 15秒 15秒太少了 因為妳躺太久 感覺不出來吧 對 是礙於形象的關係嗎 這個真的滿不錯耶 像詩恩她的話 她很瘦 所以她應該是選擇 比較軟一點點的 比較有那個Q度的 像這一床很軟就很適合妳 但妳要注意喔 軟是有那個支撐性 而不是讓妳陷在裡面的 所以陷下去的 像那種記憶床墊 就是 記憶床墊它是沉下去 再浮上來 它也有一定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支撐度 妳會說記憶床墊是妳買過嗎 還是什麼 因為我就是 一直找不到好床 所以購物台就 她就這個好睡 那個好睡 妳就試試看嘛 妳看購物台 妳又要把它躺 妳就買啦 對,因為她說 那個什麼雞蛋 難怪妳常常腰痕被脫掉 可是像我也曾經在購物台 買過床墊給我嗎 結果我真的跟我的雞蛋一樣 我就說雞蛋 因為就是下去之後 我也沒辦法翻身 沒辦法翻身 就是我睡覺的時候這樣 我翻身的時候這樣 好累喔 好費力喔 妳又整個身體活動 我到底睡不著還是這樣耶 難怪妳 難怪妳運動量高 所以我很瘦啊 真的也很瘦耶 活動力夠有燃燒到脂肪 對,所以怎麼辦 告訴我怎麼休耗床 在試躺不能太快起來 妳最好給自己 5分鐘的時間躺在那個上面 正面躺 對,感受它的 我其實 我到人家的床墊的地方去 我一躺下來 我會跟小姐說 對不起,妳先不要理我 妳忙妳的 他們都很樂於配合我 我就躺在這邊 稍微給她躺個10分鐘、15分鐘 然後稍微舒服了 我再起來再換不同張 再躺躺看 然後正著躺、側著躺、趴著躺 去感受一下這個床Q不Q 從醫學上面的選床 選床的一個方法 選床一定不可以是一個人去 為什麼 不是怕被騙啦 是 因為同一張床 可能不只一個人在睡嗎 因為另外一個人要觀察你 躺在床上的身體的曲線 等等 對,另外一個人要觀察 你躺進去的時候 你會不會下陷太深 曲線要怎麼樣 對,你翻身的時候 容易不容易 這是第一個重點 這是第一個重點 從醫學上面來講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 你躺上去的時候 全身壓力要分散掉 沒有 不管你正躺 或者說是你側躺 這兩件事都不... 這兩個姿勢都不可以有 因為會麻掉對不對 局部的壓力點 講得白一點是說 譬如說我躺下去 我的腰是騰空的 所以這邊吃你 這叫局部麻的壓力點 對,所以你剛才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你會躺在床上 可能5分鐘、10分鐘、15分鐘 只有那樣的時間 才會產生疼痛的點 或者說是不舒服的感覺 可是我真的坦白的講 15分鐘 我有時候都覺得還不夠 為什麼 我就是... 你非得要睡著才可以起來 對不對 因為我真的 因為是這樣子 我買的床墊 你知道我在半年內 我換了三張床墊 都不OK 都不OK 我在那邊試探 我覺得還不錯啊 我覺得很好啊 買回來我跟你講 你一睡一整晚 那是七、八個鐘頭睡下去 連續幾天下來 一樣腰脫 你沒有用這些方法來觀察 什麼叫做下限太深 你來談談看 但是王老師幫我們看一下 那個曲線 現在殷琦你先躺上去 我第一次接觸到乳膠枕頭的時候 我躺下去 就跟爹爹媽咪一樣 那個躺的 妳是頭靠在上面 很堆 好像躺在雲上 他就這樣 他就一直要回來 他原來的時候 他很輕輕動一下 他就... 對啊 沒辦法睡咧 這就… 好